一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双刘霞 在刘晓波逝世后没有多久就跟外界失去联系了 而就在刘晓波近日满一周年的前夕 中国当局终于放人 刘霞呢已经低调的抵达德国 未来呢也就在德国展开新的生活 而当年呢刘霞跟刘晓波坠入爱河之后呢 他坚持要嫁给刘晓波 就算对方坐在监狱里面 他也还是嫁了 一路走来两人始终如一 来看这位坚强女性的故事 2018年7月10号 全球媒体的焦点都放在 营救最后一批受困的泰国足球队队员之时 西方媒体传来几张照片 一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双刘霞 抵达芬兰赫尔辛基 其中一张照片 刘霞如斩翅的鸟儿般展开双臂 在灿烂的笑容中 享受第一口自由的空气 刘霞是在当天上午11点 搭乘芬兰航空班机 由北京前往赫尔辛基 接着转机到德国柏林 抵达后 直接由停机坪搭车离开 等在一旁的除了记者外 还有刘霞的作家好友廖义武 九年不见 刘霞一到廖义武便去探望他 廖义武在推特上说 医生初步诊断 认为刘霞没有疾病 但身体相当虚弱 稍走几步路就会头晕 因此建议他先好好休养 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就这样 刘霞低调的在德国展开新生活 刘霞今年57岁 出生在北京 父亲是中国共产党高干 曾在中国银行担任要职 刘霞没上大学 但他写诗 摄影 是名艺术家 曾出版诗集 2013年12月 他透过朋友 将自己念诗的影片 交给非营利组织 美国笔会 这是棵树吗 这是我一个人 这是冬天的树吗 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 叶子呢 叶子在视线以外 为什么画树 喜欢他站立的姿势 做树活一辈子很累吧 累也要站着 刘霞与刘晓波认识时 是在1980年代 当时两人各有家庭 那个时候的刘晓波 明满天下是个风流民事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刘晓波被关了20个月 出狱后 工作家庭都没了 文坛地位一落千丈 在人生的低潮期 他与刘霞重逢 都是单身的两人 在这时坠入爱河 1995年 刘晓波再度入狱 刘霞每个月搭火车去探监 一人在北京与大连间奔波 隔年 两人在大连监狱玩婚 向中国当局提出结婚申请时 刘霞说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1996年 刘晓波又被抓 直到1999年才出狱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段期间 两人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 2008年 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 林八宪章 争取自由 人权 民主 宪政 结果 林八宪章还没发表 2008年12月8号 刘晓波先被羁押 接着被捕 他们今天早晨 将近11点的时候 就敲我家门 然后进来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通知给我 让我签字 我只知道他住的 当时那这六个多月住的房间里头 没有窗户 不许放风 不许晒太阳 2010年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 刘霞就被软禁 并且与外界隔绝 他住的地方 一天24小时都有人盯着 2012年12月 美联社记者趁首位午休时 闯进公寓探视刘霞 他激动落泪 表示过去两年来 家中没有电话 也不能上网 一星期只能出门采买 和探视双亲一次 2017年7月 刘晓波病逝 刘霞替刘晓波办完丧事后 就被失踪了 被软禁的八年间 刘霞失去父母 丈夫 弟弟也因诈骗 被判11年 刘霞陷入重度抑郁 必须靠药物才能入眠 今年4月 廖义武好不容易 打通了给刘霞的电话 他要刘霞再写一份出国申请 刘霞听了后 崩溃痛哭 对谈中 流露出对生命的绝望 被软禁期间 刘霞在家中 拍了静悟的实验摄影 主角是被刘霞称为丑娃娃的玩偶 2012年2月 刘霞的摄影作品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展出 主题名称是 《刘霞沉默的力量》 在刘霞还未出版的作品中 有另一个叫《孤独星球》的系列 照片上呈现的是有形体的铝箔纸 在漆黑的背景下独立发亮 作品的氛围是悲伤的 但铝箔纸做的物件 却是坚韧不拔的 似乎也是刘霞这一路走来 最佳的写照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